盛开的花朵在绿叶的陪衬之下更显艳丽 一朵又一朵的牡丹花有红有紫 也正凸显出所象征的富贵之气 再过几天就要迈入新的一年 为此财端法人英采文教基金会 选择用百花齐放来迎接农年的到来 我们觉得在农历年期间带来一些稀气 能够表现出来的就是画家画出来的美丽的花朵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展览啊 能够邀请到20位画家 他们有这个工笔画 有写艺画 有领南派 所以我们觉得这些画家 他们特别为花的世界画作了最新的作品 开春第一档的画展果然是不同凡响 所邀请的都是在两岸早已文明多史的艺术家 像眼前这四君子 梅兰族群神韵拿捏恰到好处 还有另外这一旁各个月份的代表花卉 也再再显现出中国人对花卉果然是情有独钟 每一个季节花也很多 但是我所喜好的就是这几种代表的花 在大陆啊 桂林啊 桂林的那个桂花呀 马路两边啊都是非常很高的一个树 很香 某单是中国的国花嘛 那一般国家就是到国外去访问啊 就是都会拿某单送给外国的朋友啊 我还没有开始画画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核花 那后来我就看到张希春大师啊 他的核花就把我吸引去了 这场花团锦出的画作大展 即将在元旦盛大开幕展出两个月 而在开幕当天上午 配合元旦的新年活动 这些大事也将在现场挥豪写春联 要赠送给参观民众 欢迎各界朋友一同共襄盛举 记者红教堂 他就抽不到